好在这一边呢我要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它decrease x% 然后decrease x%在这一边我是用1-x% 然后会变成100 per 100-x per 100 然后会变成这一个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样呢 首先你又心里想啊 假设那个东西呢它是RM100 然后它decrease呢 OK那个20% so我们要找出它现在的价钱是多少的时候 我就会用100%来减掉20% 它就是原价的80% 原价的80%呢就100乘以80% 所以是100乘以80% 然后它会变成RM80 OK sodecrease 20%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说我用e来减掉20% ok e呢其实就是100% 就100%减掉这个是20% 所以它是80% 所以这个是80%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是1-x%的时候 我的e变成8% 然后x%是百分之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如果它是decrease x%的情况之下 我的这个就一减掉x% 然后它就会变成百分之八减百分之 就是x然后它会变成100-xover18 就是这样来的 这一个100-xover18 就是这样来的 OK OK